接下来看美国东部的新闻 纽约州审计局公布调查报告 显示纽约州由酒店旅馆改装而成的 露宿者宿舍大约有三成 仍然存在卫生和安全问题 不适宜居住 纽约州审计长迪纳波利 表示今年度的审计调查 一共抽查了80间酒店 或旅馆改装而成的露宿者宿舍 当中绝大部分的居住情况 都较上年度有所改善 但仍有27间宿舍 卫生情况和安全措施未如理想 除了居住环境极肮脏外 其他问题还包括漏水 发霉 强身电线外漏 没有安装烟雾探测器等 部分甚至被评定为不适宜居住 审计局建议政府各相关部门 加强定期巡查并制定更清晰政策 以根治有关问题 今年2月 纽约市长白思豪已经宣布 在2023年前 分阶段取消租用酒店 去安置露宿者的做法 并自行新建90庄全新宿舍 但遭到各社区反对 曼哈顿中城区宾州车站 即日期取消站内的车速限制 让各列车可以回复 以每小时15英里的速度行驶 宾州车站将于下星期一 7月10日起展开为期 8星期的路轨维修工程 并于早前进行工程的 前期保养和巡查工作 因而实施车速限制 将最高时速限制在10英里 结果导致新泽西州铁路 经常颁次延误 负责管理宾州车站的 国家铁路昨日表示 有关签成工作已经完成 宾州车站由本周一起 取消车速限制 让列车可以回复 每小时15英里的最高时速 不过路轨维修工程 下星期正式开工后 Amtrak 新泽西铁路 以及长岛铁路 将会合共删除两成班次 预料届时的延误问题 将会加剧 两条受影响的铁路 早前已经宣布 宾州车站施工期间的 改道安排 如欲了解情况 详情请浏览各铁路网站 布鲁伦的皇冠高地 一名独居的69岁老人 怀疑在家中打死人 被警方拘捕 暂时未有人被立案起诉 昨天早上10点左右 警方接报到达联合街和罗切斯特大道 交界的一幢公寓大厦一楼 发现一个单位的住客 69岁的布朗 以及另外一名48岁男子受伤 另外48岁男子头部受重创 送院后宣告不治 布朗身上折子受轻微割伤 彭燕被送院治疗 警方初步怀疑布朗因家庭纠纷问题 而遇死者动物 并打死对方 邻居对消息都表示震惊 大厦看守更表示 布朗在过去七年都是独居 除了看护 嫌有人探望 街坊表示布朗为人文静有理 难以相信他会打死人 警方表示案件人在调查中 暂时未有人被起诉 布朗市Montop星期六清晨发生枪击案 两名男子被枪伤 警方宪政公布枪手犯案 使得闭露电视片段进行通缉 警方表示上星期六清晨5点左右 一名男子在汤森大道于东1076街交界 先向一名22岁男子开枪 但子弹未有射中对方 只插过对方的左手 伤者在现场接受包扎后并无大碍 之后枪手在同一区域内 向另一名22岁男子的腹部开枪 之后逃走 第二名伤者需要送院治疗 目前情况稳定 警方宪政公布 闭露电视片段通缉该名枪手 警方表示枪手为飞翼 高五尺八寸中等身材 犯案时身穿浅色外套 深色裤子和白色的鞋子 警方呼吁市民如有线索提供 可致电警方扑灭罪行电话 800577TIPS 明天晚上9点 东河上空将会举行 第41届梅西百货国庆烟花会演 全市多条街道将会实施封路 举行国庆庆祝活动 这次的烟花会演历时25分钟 明天晚上9点入黑后 曼哈顿24街至41街一段东河 将有五手短船向上空发放 超过6万枚烟花 曼哈顿的罗斯福大道 和临近的侯斯顿街 18街 23街 34街 以及42街都被划为观赏地点 警方届时将在东河两岸实施人潮管制 呼吁前来欣赏烟花的市民 切勿携带背囊 雨伞或任何酒精饮品 另外纽约市各地 全日都有多条街道 在不同时段封路 举行国庆庆祝活动 警方呼吁市民外出时 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如遇了解更多封路详情可浏览网址 maps.newyorkcity.jov.jov.j 除了放烟花 布鲁伦康尼岛一会在明天国庆日 举行一年一度的热狗进食大赛 见证新一年的世界级大卫王的诞生 明天早上11点康尼岛会率先举行女子组比赛 去年成为三连冠的女子组冠军日裔少女须腾美贵 将会争取第四年夺冠 至于压轴的男子组比赛将于中午12点40分进行 外界关注过去十年只有一次落败的大卫王切斯纳 能否继续立足不败之地 切斯纳在去年的比赛中十分钟内吞了70个热狗 除了夺得冠军外更破了世界纪录 过去十年比赛她只有2015年的一次 被美籍日裔90后大使少年史东尼击败 切斯纳今日便预告要使东尼那一年夺得的冠军腰带 变成可依而不可在 为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 香港驻纽约经贸处处长博加里 以及香港贸易发展局等30日 应邀为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收盘敲钟仪式 为今年上半年华尔街金融市场划上句号 来看报道 加里表示香港一直是世界重要金融中心 回顾过去20年 很多人对香港的发展持观望态度 而如今香港依旧蓬勃发展 经济贸易繁荣 社会自由 它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纽交所上市科副总裁Chris Taylor表示 今年也是纽交所成立225周年 他指出 中国及香港公司是纽交所的重要伙伴 中国的上市公司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是纽交所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后 国家里与中国传统武师 京剧艺术家异行 进行纽交所避失忠仪式 并双方互赠礼品 现场气氛欢腾 纽约市卫生局近期公布了 纽约华裔死亡率数据摘要 显示癌症是导致 纽约市华裔人口死亡的最大因素 占华裔总死亡人数的33% 来看报道 在纽约各族群中 华裔的寿命为第二高 而造成死亡最主要的原因是癌症 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局长巴塞特表示 癌症是导致纽约市华裔人口死亡的最大因素 占华裔总死亡人数的33% 其中患肺癌死亡的人数 从2000年至2014年间增加了70% 此外 根据纽约市卫生局统计分析与报告 华裔患胃癌 肺癌和肝癌的比例 也高于纽约和全美平均值 吸烟是患肺癌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此 市卫生局在今年4月公布了一系列 反烟草立法建议 推出新的反吸烟电视广告 强调吸烟的健康风险 并计划到2020年 将纽约市吸烟人口减少16万 华裔是纽约市五大区人口增长最快的群体 本次也是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 第一次针对华裔死亡率进行的数据分析 华裔电视记者采访报答 本次针对华裔电视广告 本次针对华裔电视广告